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误 祂的救恩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 比较完整的认识 那么今天我们还在思想 这个悔改这个主题 那么上次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谈到悔改 从声音上谈到悔改的意思 从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 新约的希腊文来了解 悔改的意思是什么 接着我们看到说 悔改在福音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 在我们宣扬的这个部分里面 应当包括悔改 我们看到说 在保罗教导里面 同时他也谈到悔改的这个两个 两个这个部分 就是有的悔改是假象的 是表面的 这种世俗的忧愁 这种悔改是非真实的 那同时看到说 保罗也谈到悔改的那个 那个真实的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 悔改的真实部分本身 抵制于达到生命的那个改变 这样一种区分 这样一种分别 那我们看到说 我们在教导悔改 在那个什么 分享这个悔改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部分 有个清楚的认识跟交代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在思想 就是假象的悔改 这个部分 我们上次提到就是那个 富有关的例子 当到犹大的例子 他们都有后悔 但是我们这个后悔本身 没有导致他们 生命的这个改变 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回到就是 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 这里来看保罗 他怎么谈 这个世俗忧愁 跟这个 神的意识忧愁 这个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这个时候从第九节 看到这里的第十一节 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九节 到第十一节 这里看到说保罗说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者神的意识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者神的意识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事实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看你们依者神的意识忧愁 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责自恨恐惧想念 热心责华 在这一些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所以看到说在这保罗 特别谈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事实忧愁是叫人死 我们前面谈到保罗 谈到这个经文的前面的教导 就是依者神的意识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但事实忧愁是叫人死 所以因此看到说保罗 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 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 什么叫做假象的那一个悔改 那么当我们在我们的福音的这个宣扬里面 这个福音的这个教导里面 我们如果不强调悔改 如果我们把悔改的这个教导 把它删掉的话 我们看到说往往会带出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一种的 一种的旧恩观 就是一种所谓的荣誉相信主义 荣誉相信主义 那么这个荣誉相信主义本身我们知道说很类似于就是潘国华 在他的这个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所谈到那种廉价的恩典 非常可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信徒 在教会里面进出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的他们有悔改 没有真正的放下他们的罪 真正的转向神 所以因此看到说 导致一种容易相信的一种的主义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容许我更多的来谈一下 特别就是潘文华本身在他的书里面 他谈到所谓的廉价恩典跟仲价恩典的这个区别 潘文华本身当时候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面对德国的教会拿吹话的情况里面 他特别强调教会本身应该 应该强调这个仲价恩典 应该要小心 不要陷入这个廉价恩典的这个迷失的里面 那么这个廉价恩典我们知道说 这样的一种的教导 我们知道说教导弟兄姐妹的悔改 是没有代价的悔改 是一个只是接受耶稣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这个关系 但是没有教导弟兄姐妹 需要天天背脊施架来跟随耶稣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那节经文就是 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第九章这里的第二十三节 那里耶稣基督本身的那一个教导 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这里的第二十三节 这里怎么说呢 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得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实价 来跟从我 看到说这里 基督耶稣本身要我们要天天背起实价 来跟从他 要舍己 我们的悔改本身 我们的救恩本身 应该教导弟兄姐妹 他们应当不断的放下他们自己 来跟随耶稣 这种的悔改 导致于生命本身 是一种舍己的生命 不只是领受恩典的生命 但是一种舍己 跟随耶稣的生命 一种背起实价 跟随主的生命 我们看到说非常可惜在教会里面 往往会出现一些 非常奇怪的教导 例如这个经文本身 往往在教会里面 被把它 被滥用 被把它误解 怎么误解 滥用呢 就是这一首书 那个背起实价 来跟随耶稣 很多时候 我们会说实价 背实价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的 在新店的那个 那个 黄子 没有办法卖出去 这个是 我的实价 或者是在我的工作岗位里 某某的同事 是我的实价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 家庭里面 家族里面 我某某的亲戚 他是我的实价 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实价 把这个教导 这个耶稣所做教导的 把它滥用成为 一种的 不愉快 一种的 一种的负担 把它说成是一种实价 但是我们知道说 很明显的 基督耶稣当他在教导门徒们说 如果有的要跟从我 教当舍己 天天背起实价 来跟从 跟从他 当耶稣就本身 谈到要跟从他的时候 背起实价跟从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 基督耶稣本身 还没有上实价 那么我们知道说 一个人背起实价 跟从 跟从耶稣的时候 那个背实价 那个举动本身 是在讲什么 那个背实价的举动本身 是看到说 当时一个人背起实价 就是要去死 所以因此看到说 门徒们也了解 耶稣基督本身也教导 要背起实价 跟从他 就是要跟从他 到死的地方 要完完全全的 放下我们的自我 如同他所说的 要舍己 跟随他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很小心 基督恩本身 不只是 不只是要我们领受这个恩典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我们忘记了 要教导弟兄姐妹 跟随耶稣的这个部分 我们领受恩典 就是要跟随耶稣 领受恩典 要达到生命的一种彻底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可以天天 背起实价 来跟随耶稣 那这个时候我想 可以来阅读一段 就是潘华本身在这个 他的这个 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 所教导的 潘华本身在他 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 我会非常推荐 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看到说 一开始 潘华本身就谈到 什么是 众价恩典 什么是 廉价的恩典 那么当我们在 传一个福音 这个福音本身 把这个 悔改的部分 把它删掉了 把悔改的部分 把它放在一种 不重视的 这个 这个部分里面 就导致于 廉价恩典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迷思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容许我读一些部分 就是潘华本身 怎么说 关于廉价恩典 跟众价恩典的 这个关系 这个时候 潘华本身提到说 廉价恩典是什么 就在市场上 所贩卖的恩典 有如廉价商场 所叫卖的货品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把这个恩典 当作是便宜的 当作是廉价的 当作如同是在 商场上 在那个什么 这个大卖场上 所排卖那个 廉价的东西 好像是 不珍惜他 但是我们知道说 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领受恩典 这个恩典是 白白得道的 但这恩典是 昂贵的 这恩典是 仲价的 我们知道说 恩典导致 基督耶稣本身 他需要流血 所以看到说 廉价恩典是什么 如同潘华又说 圣礼 赦罪 以及一切灵性的安慰 都在割架求受中 被抛受了 所以看到说 把恩典当作非常便宜 随随地都可以有 但是我们知道说 恩典是 虽然是白白得道的 但是明显的是 昂贵的 恩典被人看为是 教会无穷 无尽穷的宝库 教会用不着 查询或以限制 就可以用慷慨的手 手博师附会 这是没有带着恩典 这是不求带着恩典 我们想象为恩典的根本 性质是在于 其账相早已预付了 并因早已付过钱的缘故 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切 因为付价是无限的 所以使用恩典的可能性 也是无限的 然而 假如恩典不是廉价 那有将如何呢 所以看到说 当时候 庞华也提醒我们 这个恩典 是白白得道 但是是昂贵的 他继续谈到 什么叫做廉价的恩典 他说 你的恩典就是将恩典 作为一种教育 一种原则 一种制度 他只宣讲 罪得赦免 为一般的真理 上帝的爱 被作为是基督教的 上帝的概念 人们以为 只有在头脑上 同意那种概念 就可以负得赦罪了 所以看到说 当我们领受 如同这里 潘华说得很清楚 把上帝的爱 当作一般的概念来看 把这个恩典 当作是一种宣讲 他只宣讲 罪得赦免 为一般的真理 把这个罪得赦免 宣讲成一种 一般的真理 这种的恩典 不要求我们舍己 这种恩典 不要求我们 跟随耶稣到底 悲喜是要跟随耶稣到底 所以因此看到说 很明显的 潘华本身教导我们 我们要小心 当我们在我们的福音 宣扬里面 如果 敷烈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教导 往往可能会 落在 这个 廉价恩典的嫌疑里面 廉价恩典的迷失的里面 再来 容许我读 后面 潘华怎么说 潘华又说 廉价恩典是传扬 不须悲改的赦罪 很明显 他说 没有教会管教的洗礼 不用认罪的圣参 和不必本人 亲身认罪的宣设 所以看到说 潘华提醒我们 廉价恩典就是传扬 不须悲改的赦罪 我很怕 今天在教会里面 可能我们所教导的 所宣扬的那个福音信息 就是如同潘华所说 一种廉价恩典的一种宣扬 他教导弟兄姐妹 教导 我们这些 信耶稣人 不须悲改的 那一个赦罪 但是我们知道说 很明显的 我们需要强调 宗教的恩典 宗教的恩典 宗教的恩典是什么 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贝 人为这宝贝的缘故 就欢呼吸喜的 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他是宗教的珍珠 是商人愿意 卖去他一切的货物来购卖 他是基督教 基督掌权王权的统治 使人为了这个缘故 情缘挖出 叫他跌倒的眼睛 他是耶稣基督的 呼召 使得门徒为此 干气与往 跟从他 所以看到说 宗教恩典 就是我们应该 放弃一切 来跟从耶稣 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 非常明显的 教导弟兄弟兄弟妹 他们不断的 需要不断的 放弃自己 来跟随耶稣 我们来看另外一处 那处地方 是潘华所提到的 潘华提到说 宗教恩典 是必须在身 寻找的福音 是必须祈求的礼物 是必须手抠的门 再看一下 他怎么说 他说 这样的恩典 是贵重的 因为他呼召我们 来跟从 并且他是恩典 因为他呼召我们 来跟从耶稣 所以看到说 重要恩典 教导们 要悔改 要放下一切 要跟随 这位呼召我们的 那位 主耶稣 基督 所以因此看到说 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在我们 宣扬福音的时候 在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不要忘记 悔改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 容许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支经文 谈到这个所谓的 荣誉相应主义 廉价恩典的这个迷思 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强调 悔改的这个结果 我们这个时候来看 另外一支经文 这个经文是来自于 耶稣的这个教导 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第七章这里的 第四十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这里的 第四十七节 我想这个经文本身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容许我们 再来看一次 这个经文本身 出现一个经 一节经文 非常有意思 是基于耶稣所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这里的 第四七节 这怎么说呢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多赦免的 因为他的爱多 但他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 要了解这经文的 这个背景 这经文本身 谈到那个有罪妇人 他来高抹耶稣 他又哭 可以看到说 这个 这个 耶稣本身 让这个妇人 来高抹他的腿 甚至亲他的腿 看起来非常弄麻 非常不得体 但是我们知道说 基于耶稣本身 他 告诉门徒们 他说 这位妇人怎么做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四七节 他说 这个妇人的行动 本身 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意义 什么意义呢 他说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罪得赦免 因为他的爱多 那么我看到说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是不是当我们不 真正了解 我们最冒犯的神 我们最得罪的神 我们最让我们 以神隔绝 我们最是神 所不喜悦的 是不是如同 这一所说的 耶稣说的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是不是我们 没有了得到 这个恩典的 这个豪大 这个恩典是 重价的 那么我们需要 这样的悔改 我们是在悔改里面 领受这样的一个赦免 是不是我们对神的付出 对神的这个跟随 对神的这个回应 是不是如同 这个经文所说的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反过来 耶稣就肯定 这位 这个罪 有罪负人的 这个行动 他说 他许多罪 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他体验到 这恩典的 这个昂贵 体验到 这个恩典的重价 他体验到 他需要悔改 他需要转离罪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耶稣就说 他许多罪 多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 多了 所以因此我们 需要非常的小心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谈到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跟随耶稣 要背起十架 来跟随耶稣 就让我想到 前段时候 有一个人在 一个神父 在我们这个 台湾的南边 肯定 他也是 拿了一个十架 背着十架 到处跑来跑去 那么 特别在 收来的那个时候 他拿来十架 跟基督 就跑来跑去 我们知道说 点西部也报道 过去我们知道说 在美国也是 有一个人 背着十架 从东岸 走到西岸 那么这个 变成一个 这个新闻的事件 很少人会这样 长途的 这样的一个行走 从一个国家 一端 走到另外一端 但是我们知道 他背着十架 走的时候 他的十架 下面是有轮子 那么我们知道说 基督耶稣 要我们背着十架 这个十架上面是 什么呢 他不只是一个 装饰的十架 不是有轮子的十架 不是一个 轻神的十架 是什么呢 这个十架 本身是有钉子的 是有流血的 不晓得 当我们背着十架 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十架 到底有钉子没有 我们是不是 在那里 愿意放下 放下我们自己 来跟随耶稣 需要舍己 来跟随耶稣 我们知不知晓得 当我们 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需要 不是一种 接纳他爱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说 不只是信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说 需要悔改 所以因此看到说 在悔改的这个教导里面 我们需要肯定他 在福音的宣扬里面 需要肯定 悔改的这个教导 好我们就谈到 这个悔改的部分 那么接着 我们需要谈信心 我们前面 谈到归正的时候 特别谈到归正本身 他的这个丰富的层面 归正是我们 对神的回应 这个回应本身 谈到两部分 谈到悔改的部分 也谈到信心的部分 我们前面谈到悔改 这个时候 我们就接着需要来谈 信心的这个部分 那么信心的部分 是这个归正的 这个积极面 那么不只是要转离罪 同时要转向神 那么这个转向神的 这个部分是 信心的这个部分 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时候 要来谈信心 到底什么是信心 非常可惜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 可能信耶稣很多年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对信心是什么 不太了解 很多时候 是我们个人的计划 个人的这个盘算 个人的安排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活在 信心的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说要谈的是 特别是救恩的信心 到底救恩的信心 是什么样的信心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 会用信心来宣告 那么到底信心是什么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来了解 那信心本身 我们知道说 是那个掌握 是那个掌握神的应许 神在石架上 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个救赎 所以信心本身是支取 基督耶稣在石架上 为我们罪人 所安排的那个救赎 所以信心本身是个媒介 是个支取的媒介 是一个领受的一个媒介 是领受 基督耶稣在石架上 为罪人所救赎的 为罪人所赎回的 所以一直看到说 这个是 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这个部分 那么信心本身 我们知道说 不是人的成就 信心本身是 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信心本身 我们知道说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的 是神所给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发动的 是神在恩典中间 所赐下来的 这个信心导致 我们内心的一种的 新的发现 这个信心本身导致 我们内心的一种 一种的改变 这个信心导致 我们在那里 愿意放下自己 来支取 基督耶稣在石架上 为我们所作词的 那个救恩兼救赎 所以这个时候 容许我们来 进一步来思想 到底这个 旧婚的信心 是什么 这样一个恩典 是什么样的恩典 那么谈到信心的时候 容许我们 用这个三个部分 来谈 这个信心 这个真实的 这个本质 那信心的 这个真实的本质 我们知道说 可以分成 三个部分 来了解 这个三个部分 我们看到说 可以用三个 拉丁文字 来凸写 来凸写 它的这个中间 那个 那个 比较 微妙的 微细的 这个部分 这个三个字 我们知道说 在拉丁文字里面 非常有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Noticia 就是那个 第一个部分 就是知识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 什么部分呢 就是那个 同意的部分 Ascensus 同意的部分 不但这样子 看到说信心 本身 还有第三个部分 就是那个 Fetutia 信靠的 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必须要 针对这个 三个部分 来了解 这个 纠恩 这个信心的 这个本质 纠恩信心的 这个实质 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来谈 纠恩信心本身的 第一个部分 就是那个 知识的部分 这个知识的部分 是用拉丁文那个字 Fetutia 来表达 表达 那个 这个知识 那么信心本身 我们知道说 一定有 知识的 这个基础 信心跟 知识 不是 对立的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说 信心跟知识 是对立的 跟理性 是对立的 不是 我们看到说 反而 正确的信心本身 有知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看到说 信心本身 一定要有内容 如果它没有内容 没有对象的话 我们看到说 这个信心 是一种 清信 是一种 妄信 是一种 迷信 所以一直看到说 我们要强调 信心本身 是有基础的 是有那个 内容的 是有对象的 它不是一种 一厢情愿 不是一厢情愿 它不是一种 一种 随意的 随意的 随机的 而不是这样的 一种感觉 不是这样子 信心本身 一定有实质的内容 一定有明显的 对象 所以看到说 我们必须要强调 那个信心 那种 知识的 那个层面 那么这里 其实看到说 声音样本身 的确有教导 关于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声音上怎么谈 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特别是 我们需要来看的 就是 铁撒罗尼加 后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这里的 第十节 铁撒罗尼加 后书 第二章 第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使徒保罗 怎么教导我们 铁撒罗尼加 后书 后书这里的 第二章 第二章 这里的第十节 这看到说 保罗给我们一些 非常明显的 这个教导 关于信心本身 信心本身 绝对不会 跟知识是对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天撒罗尼加 后书 第二章 第二章 这里的第十节 这里保罗说 并且在那 沉沦的身上 行各样 出以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这看到说 得救应当跟爱真理 有关系 爱真理有关系 因此看到说 信心本身 跟这个真理的 这个部分 是有密切的关系 不但这样子 我们来看 另外一集 就是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二章这里的 第二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这里看到说 这里保罗同样的 谈到那个 真理的这个重要性 我们这个信心 是建立在真理的上面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二章这里的 第二十五节 保罗说 用温柔 劝定那 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 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 真道 这个悔改的心 要明白 真道 所以因此看到说 在身上所教导 那个 救恩的信心本身 他 不是知识的敌人 他也不是超越 知识 他是根据在 知识的上面 那这里我需要 特别谈一件事 也就是 在英文里面 信心本身有 Faith 跟The Faith 有那个信心本身 加上那个贯词 就是The Faith 那个字 The Faith 本身比较强调 那个信仰 信仰 那么在我们的 教会经验里面 非常可惜 很多时候 我们把信心 跟信仰 区隔 这个加了区隔 是非常 非常可惜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信心 但是不要信仰 我们只要信心 不要信仰 这样的一个认识 这样一个教导 是非常有问题的 我们信心本身 是有信仰的内容 是有那个内容 那个实质的内容 是有那个对象 我们不只是 信一个 迷迷复复的东西 不是 我们是信 主耶稣 基督 信主耶稣 基督为我们 个人的救主 所以因此看到说 我们不只是有信仰 但同时要有信心 非常可惜 在教会里面 往往只谈到说 信心 但是福利的 那个信仰的部分 所以那个信心 Faith 跟那个 The faith 信仰 是有密集的关系 这两者 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谈到信心的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反正到说 它一定有这个基础 一定有内涵 一定有内容 它有真理的内容 有真道的内容 所以看到说 信心本身 不是知识的敌人 信心本身 不是非理性的 不是超越理性的 它一定 有知识的 这个 这个部分 所以因此看到说 我们前面在保罗 这个 这个 教导里面 看到说 信心本身 不是种 一种一厢情愿的 这个部分 不是种 不根据 不根据实质的 一种思考 它乃是 有真实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 后面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来分析 这个求恩 信心本身 不但有知识的部分 同时看到说 它有这个同意的部分 更进一步看到说 它有信靠的 这个部分 所以因此看到说 我们需要 对信心本身 有一个全面性的 一个认识 那么我们今天 就分享到这一点 关于信心的部分 我们在后面 还需要 继续谈这个主题 你们平安 大家好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他必须要进一步 他必须要进一步 祝世的我们 我们一样新 他必须要进一步 感谢观看